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開始真的要非常感謝 在這麼competitive的競爭下面 能夠讓我們各位委員看到護理人力的議題 所以我們也真的把握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提出來我們的proposal 更重要的我們希望等一下多一點時間 給大家提出建議 也給我們的評論人提供一些看法了以後 我們能夠把這樣子好的一個意見 未來再請衛福部參賽 所以我想就很快go through 等一下大家看我們的slide 你會發現有很多 其實我們用照片呈現 在場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委員 我們都邀請來共同的討論 就可以知道我們多嚴肅嚴謹地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好 那我想這個台灣人力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需要一個前方 全方不得 揭開 我還是allow了 這個問題很大 你看從1986年才開始 我們現代化的不理教育到現在 可是台灣不理人力不足的問題 一直都成存在 那到底是在肯定能夠 還是職場不好讓他們留任不下嗎 還是我們在肯定的方向是不符合 現在的地方照護體系 跟民眾的需求 的確需要一個很大的一個檢討 所以我們整個專業團體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crisis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提出一個 一個閒單性的一個策略規劃 透過翻轉教育 透過一個qualification的一個認證 所以我們希望是透過一個用人單位 譬如說現在最主要八成以上在醫院 或者是國際間告訴我們長照跟社區 有很大的一個用人需求的情況之下 配合科技的一個發展 提出前瞻創新的一個思維 更重要的目標 當然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每年其實培育的人數有1萬3千多人 可是1萬3千多人 每年不夠的人數還是六七千人 到底問題出在哪 當然是跟健康照護體系的一個留任 或者是一個發展措施非常有相關 所以國際間我們看到2015年 Udited Nation就提到了SDG 在SDG Goal 3 裡面就提到 怎麼樣子 improve 它的 health 跟 well-being 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希望搭配這樣來建構 好的 human resource for health 更重要的 透過 Human Health Courage 有足夠 qualified 的 health manpower 以後 是不是就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所以整個國際發展趨勢搭配了這個 SDG 的發展 我們就提到了從 2018 年跟 ICN 跟 WHO 共同提出來了 Nursing Health Campaign 這個Nursing Health Campaign 很重要的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投資 讓我們可以能夠發展它的區別的環境 增加戶壘人們的 confidence 希望政府並能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然後願意投資 讓他們能夠在現在 看到這個情況 讓我們幫忙出來了 對時 能夠實現 然後再去其他人 最重要的關鍵角色 因為每個人都有獲得健康照護的一個決定 而透過 Invest Nursing 我們有足夠的量 足夠的值了之後 我們才能夠達成這樣子的目標 更重要 因為現在全球 如果根據 ICN 的統計 是有 2700 多萬的護理同仁 而這些人應該是分布最廣 怎麼樣子讓他 Assessable Available 更重要是 Assessable 給所有的 所需要的一個民眾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就提出來 2030 國外 我們會提2030 所以他們世界衛生組織 它就提到了整個健康人力的一個全球發展的策略 那在這個策略裡面 很重要它拿出來的Slogan 就是 No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f There's No Health Workforce 所以 ICN 更提出來 No Health Without Workforce No Workforce Without Nurses Everybody 那果然在今年 2020 年 WHO 就 Destinate 這個 Year 叫做 International Year of Universities And New Wives 所以美國國家衛生院 同樣也提出來 2030 年的目標 那世界衛生組織也提出來 SOWN 就提到 利用國際現在 Global 全球的護理狀況 透過這樣子的護理狀況的一個調查來以後 我們能夠形成這樣子的 Policy Dialog 我們也希望透過今天這樣子的一個論壇 我們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 Dialog 給我們的衛福部 給我們重要的資益委員 能夠幫我們看到護理現在需要翻轉 人力結栽規劃的一個需求是什麼 所以現在台灣護理的人力現況 很重要主要的護理專科畢業生 還是主要的主流 可是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這一些畢業生畢業後 並不願意馬上進入臨場 七成馬上就直接再唸二級 所以我剛剛說有13000多人 可是多數的人都是古專畢業生 他又直接去唸二級了 所以我們這個人力難怪一定都是不夠的 因為非常的人力就是不夠 那如果從2019的資料來看的話 護理人力的確是在五成以上 這麼重要的人力如果都不夠的話 這個 Health Security 一定會產生的問題 那如果以台灣的現況八成以上 都是在醫療院所 可是國際的趨勢就告訴你長照 告訴你居家 告訴你社區是主要的一個問題 而我們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 讓這些人就算離開了醫院了以後 他也不會shift到社區 不會shift到長照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有很高的離職率 有很大的一個空缺率 更大的一個問題就是隨著政策的改變 譬如說我們去年 這個住院醫師納入牢記法了以後 衛福部突然就說 我們專科護理師培訓要增加 那我們專科護理師有沒有足夠的 討論 現在專科護理師培訓得夠不夠好不好 是不是符合國際的潮流 這些都是我們在物理人力裡面 需要去檢討的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提出來這樣子的一個計畫目標 希望能夠建構台灣建構出景疾病預防 即興後期長期照顧所需要的本體 本土照顧人力 那也能夠應用我們台灣科技發展的一個優勢 是不是可以把台灣導入了科技 來改善物理的教育效率 那更重要 我們的人力進階用的範疇 很有明確的一個規範了以後 是不是未來就可以讓物理人力 有更有效的運用好的專業發展 更重要的目標 就能夠達到留任的目標 所以第一年 我們的實施方法就請大家參考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其實都有請各方面的委員 來擬定相關的一個議題 透過文献查證了以後 明確出來總共有七個議題 然後再由議題去選出來 召集人跟副召集人 分別召開二三次的一個分組會議了以後 之後再回來大家做一個 consensus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自一委員的名單 或是我時間很快就想多留過 好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七個議題 為什麼這七個議題 這個也要謝謝時委員的建議 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organize 我們就希望從英國以端 就是從護理教育 怎麼樣子的一個人才培育的改革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專科現在的確還是台灣護理的一個主流 就是主要提供的人力 但是問題是他畢業後不就業 而且他的conification這些 都是讓我們覺得 好像有適合改變的一個目標 然後之後在transfer的過程裡面 也沒有辦法讓他覺得有足夠的competence 我們就希望透過專業認證 讓他有足夠的一個進階的以後 讓大家看到我們能夠做一些的 創新角色的改變了以後 那在用人端就在社區在長照 怎麼樣子promote 那在醫院怎麼樣子留人 變成是我們很重要的措施 而這六個議題都透過科技能夠串聯起來 好 所以這是我們議題的委員 那每一個議題我們就有召集人跟副召集人 那還有聯併的專家就像我們剛講的 會提供了三次的一個意見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第一年的結果 我們也透過衛福部的護理考證 讓我們到全國各地去宣傳 那全國各地的宣傳就會發覺 我們邀請的對象非常的廣 包括各個專業團體 各個醫療院所 護理學校 甚至開放給所有的public 那更重要的就是社區也會都進來 所以你就會發覺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input回來 包括我們舉行十三場的行動交流會 那有超過兩千人是現場出席 有超過五萬人次的觀看直播 那更有三千人次的這個分享留言 那也許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很希望這樣子這個 跟大家溝通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很希望讓官方也能夠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那更重要的就是提供端產業界 可不可以也對這樣子來提供一些的input 所以我們第二年的目標 就是希望來看這樣子政策建言的可行性評估 那透過財官學界的一個溝通 是不是能夠形成共識 讓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特別能夠給衛同步來參財 好 所以這個大概幾個照片 我們就很快勾入過一遍 你會發覺不論在議題委員的會議 召集人 副召集人會議 然後每一個議題下面 都會有產官學界的專家 所以這些都是 這一些產官學界的專家 都有開會共識過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就是在護理教育專家的部分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這個 實體的產官學界專家 有教育部 有產業界 然後還有提供的這個教育的代表 好 那在護理教育的這個建議 我們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逐一年來提升 學士 學位 護理的畢業生獨立 我們並沒有說 馬上Geral Dramatical費 護專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提供 這個護專 畢業生 他未來銜接的這個Brigid的Program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增加相關的 學士學位的護理系的招生 學士學位就包括四級 二級 那這些都是讓他們能夠transfer 那是不是也能夠增加 學士後護理系 那逐年減少五專護理科的招生人數 那為了要這樣 是不是也要讓這些專科 可以改制成學院 或者是讓護理科可以去轉型 那第三個 我們這個很Dramatical的希望 就是說過去的確他有分級 有護士跟護理師 那後來我們職校廢了以後 護士執照就取消了 那護士執照取消了以後 我們現在既然只剩護理師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讓護理師 就明確是讓學士畢業才能夠考 那這個是在量上面 那在職上面 我們要確保護理的教育品質 所以我們希望護理教育品質 其實是有一個共同的品質主要 而不是教育部偷排式的考慮 現在而已 那過去呢 的確就有一個這個叫做T-Net 好 像你們D學有T-Max 那我們也希望這個教育 護理教育有一個T-Net 那更重要其實教育部 就已經有醫學教育委員會 那下面有一個模擬組 但是這個護理組 基本上就只有召集人跟副召集人 它的廣度可能是比較不夠的 那更重要我們也希望這樣子的 一個功能性這個分組是 更為型的政府是可以有 實際去改善了一個功能的 好 那第二個在這個 Certification 上面 那一樣有展觀學界的一個專家 那在專業認證的部分呢 我們希望是要有一個公正的 台灣護理專業認證中心 主要在美國他們也有所謂的一個 ANCC 那現在台灣就是有很多的護理專業團體 那很多的護理專業團體 它自己就有辦它自己的認證 所以到底這個認證是不是可以 被別的專業團體也可以接受 這也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先有建立一個平台 然後來建立這些認證的資訊共通的一個平台 那最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個共推的 所謂的 TNCC 出來 讓它更有公信力 然後第二個我們就希望能夠建立 護理專業發展的一個平台 同樣的我們也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策略我們希望有產觀學界 和護理專業團體建立構置了以後 我們這一個專業發展的平台 可以像國外它比較是一個 一個board 那這個board就比較是 讓大家就有一個policy的reformation 所以我們不用每年都來跟這個 國衛院的論壇來爭取經費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進階護理專業委員會 剛剛提到的 其實在進階發展上面 雖然衛福部現在已經有NP 但是這個NP 跟國外之間 它的角色功能上面 的確就有很大的差異 像這個郭教授就可以很早前就很關注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可以讓我們的問題得到大家的一個注意 所以在進階護理在NP這邊 我們就先希望能夠確認 現有的NP的類別跟數量 主要是現在臨床 其實NP角色非常多遠 但是現在衛福部大概就是大內大外 那當然大內大外裡面 它還是有分所謂的這個精神科 這個兒科 或者是現在一直要講的麻醉要進來 但是它可以更blog 譬如說現在醫院裡面除了NP以外 還有很多的個檔師 那這些它到底是不是要加在NP 是不是在APA的角色裡面 我們都希望能夠多元討論出來 然後是不是能夠讓它納入正式的一個編制機制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醫院自己在practice 的時候 很多NP反而是屬於醫務部 不是屬於護理部主管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連量跟職都沒有辦法去做掌控 那第三個在專科角色上面希望取得共識 那希望依照各族群的需求來發展各類的一個專科角色 所以不會是指一它現在practice的一個特别 那第二個就是希望提升專科護理師的教育準備度 就是碩士純級 那這個是國際間的趨勢 但是我們現有的狀況 因為是這個住院醫師不足的情況之下 醫院一開始是培訓他們自己的NP 所以很多的NP可能甚至都還有專科病 但是非常之深的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改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當然第一個就是從正式的養成教育 要來開設這樣子的一個碩士學程 現在的確有但是量實在不足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 如果依照各族群的需求 國際間告訴我們要往家庭 要往居家 要往社區走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能夠開示家庭專科護理師 以及現在會不會已經在討論的 把麻醉專科護理師納進來了 那第三個就是針對限時的NP 讓它能夠breaching 變未來具備措施的qualification 那第三個目標就是要修改現的NP的 這個法規跟職業範疇 那這個主要就是我們現在只是在 護理人員法裡面有提到有專科護理師 很多的專業職責並沒有很清楚的名列出來 因為東高花在 真的嗎 護理人員法裡面 所以在這一塊呢 我們就希望有足夠的這個Scope of Practice 那Scope of Practice 有些地方是告訴我們說 它只詳列出來哪一些是專科護理師可以做 可是很多國家它其實是告訴我們 哪一些是專科護理師不能做的 那把它明確列入法律出來 我們就比較不會去踩紅線 這個是我們比較希望的一個看法 好那再來社區組一樣 社區組我們希望就是剛提到的社區這一塊 我們希望能夠發展社區的專科護理師 所以我們要制定相關的訓練跟真正辦法 然後未來是不是可以納入 前面那一組的專科理師的討論 那第二個就是發展社區護理所 主要是現在有很多的無一尊無一所 我們希望在偏鄉 是不是當NP is Ready的時候 它就可以來做這個社區護理所的Practice 好 那意願主的部分 對不起 這個在大家的slide上面 是有一點錯誤的 這邊copy錯了 所以我們就目標上面 第一個當然就是希望這個減少 這個Nurse的burden 所以我們希望加低護病病 那現在雖然這個有入法 但是這個入法其實是minimum 規範的情況之下 其他是用獎勵的 所以對個案來說 而對醫院來說 如果它沒有很大的誘因的話 它可能也不會去發了 那第二個是推動住院友善照顧共平制度 這一塊其實是為估現在也有intention 那希望透過這個制度的完善了以後 希望能夠減輕護理人員的burden 那第二個目標當然就是希望增加它的留任 所以我們就會提到說 那剛進來其實是折損率最高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每個醫院 就建立所謂的教學護理師的制度 就跟感控非常重要 那是不是就應該有感控護理師一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第二個是建立彈性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譬如說人力的排班啊 時間啊 這些都可以有監視力的 這個人力管理等之類 這些都是非常available的制度 那有一個監視的護理模式 包括我們現在一直在講 所謂的權責護理 可是當new nurse 權責護理 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allow 他們一開始制裁功能性的分組 這些都是具體的建議可以提的出來 但是需要被失敗 需要被證實 它是不是有效呢 那第三個就是 當有一些這個護理同仁 他沒有辦法在負荷其性醫院的高壓的情況之下 他有沒有辦法在同機構 同組織之間的轉嫌 而不會有權益受損 這個可能也都可以增加他的留任 所以這些都是很好的一個建議 那最後還有兩組 長照會議上面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提升護理人員的值跟量 過去護理人員多數都在醫療院所 可是當高齡社會的來臨的時候 怎麼樣讓他bridge到長照之間過來 所以我們就希望在F-arm 他的這個臨床技能 你會再增加長照護理的一個模組 然後增加相關的創新跟管理 因為我們的護理人員可以獨自職業 然後能夠研定不同的長照領域 他應該有不同的專業能力 像現在護理人員在長照可以跨分成七個領域 可是每一個領域他所需要的 competence 可能會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建議修正他的這個教育 然後能夠吸引他留任 我們就希望改善他的薪資待遇 改善他的環境 能夠增加一些創新的長照服務 譬如說能夠增加生活保健站 VAC 增加他的小微膜科技能 所以就需要修訂現有的設置標準 好 最後一個科技護理 目標上面當然就是希望培育 我們本土化等於資訊護理師 能夠建立官方的護理資管平台 就跟國外他們有mini nursing data set 我們也希望我們有這樣 所以當他從醫院到長照行業的時候 這些資料就被設出來 然後建立國家版的台灣護理資料庫的數據中心 這對我們來證實所謂的有效護理 都是很重要的實證 而不會現在要跟健保署要資料 跟教育資料資料 跟腦洞部要資料 所有的資料完全不match 這個是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最後一個就是要拓展 這個人工智慧在護理教育 能夠減少我們可以的burden 譬如說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護理的執災 當搬運上面這些都是一個問題 那這樣子的結果也召開了 這個召集人、副召集人會議 那也邀請了我們的資益委員 共同就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來給我們做comment 那最後當然我們就希望把這個端起來了以後 能夠達成我們確保護理專業力 提升留任跟職業力的目標 以上報告 謝謝 好